您来看到这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 发生了一起掳人案 这是就在昨天深夜 警方在领检的时候 发现有一辆轿车想回转开走 于是警方察觉有意立刻上前拦阻 在过程当中意外还发现 原来就在后车桑里面 有一名男子遭到掳走 而且他双手还被捆绑滚了出来 警方及时反应将涉案的嫌犯通通指 警方连车领检 结果后车厢突然 男子突然滚了出来 倒在地上远警见状直到不对劲 立刻叫支援 并将车上还有跟在后头的骑士 通通拦下逮人 换住电影班的情节 就发生在10号深夜11点多 土城国小后门 当时领检点就设在京城和千岁路口 车辆间警立刻想掉头 但警方早设下防回转点 做防回转点 就是以防有一些歹徒 看见警方的路检点就企图回转 或是逃逸或是临时路边停车 那我们才能上前来做查气 原来24岁的李姓男子 因为欠了28岁的杨姓刺青师 疑似10万元的赌债 从去年2月至今都没有还 杨姓刺青师才伙同5名友人到南港掳人 还说要在李姓男子身上刺下欠钱不还字眼 他有听到外面说 请车内的人出示证件 他就知道外面是警察 他才能够及时的来求救 李姓男子双手有束带捆绑痕迹 身上也有多处殴打伤痕 警方还在车上起出两把短刀 及刺青工具 还好当时后车厢的紧急装置 以及警方及时拦检 才让被害男子得以及时脱逃救命 接下来留言红尘明页 叶银新北市报道